史上头一遭六名囚犯挟持典狱长最后引淡自尽 外界很好奇这六个人到底是怎么拿到剪刀 还拿得到接见式的钥匙 又是如何直闯机械库取得强大的火力呢 周氏新闻要带您还原挟持的现场 六名背叛重刑的囚犯到底是怎么脱逃挟持典狱长 据了解六人早有预谋筹划多时 利用在狱中缝纫工厂工作时取得剪刀 牟利之后拆成两把刀 11号下午3点多 六个人先假装身体不舒服 偷偷带着剪刀和铁条到卫生科就诊 联手攻击管理员 刺大腿抢走接见式的钥匙之后 直冲接见式 猛敲惠客的强化玻璃想要逃狱 被其他家属看见大声尖叫 因为敲不破 六个人又改冲监狱大门想逃走 但因为警铃大座启动紧急系统 所有出入口都关上 六名囚犯转而挟持一名主管 再冲接护科办公室 要求典狱长出面谈判 六人取得强大火力之后 挟持典狱长一度冲向侧门想越狱 跟围墙外的警方驳火数十枪 不得已退守设防 这时刚好有司机送货进来 一行人持枪逼对方交出手机 开始打电话给媒体 美化多少力气就拿了武器 挟持典狱长 预防退休的官员私下坦言 明显是管理松散出了问题 才会酿成大祸 记者高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